欢迎来到可爱妞妞的小窝 我是万万 朋友们2021年咯 又见面了 然后今天是我2021年的第一篇美妆日记 然后那我的日记呢 今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一样是一个礼拜 三篇美妆日记给大家封上 然后基本的时间 基本的时间 就是不太会改变的时间 但是我也不敢保证 但是一个礼拜照常三篇美妆日记 跟大家分享 然后礼拜一礼拜三礼拜六 所以我们仍然分享美妆好物 今天呢算是我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 2021年的第一篇上妆季 第一篇购物分享 算是一个购物分享 因为这所有东西都是新的 那今天这一个呢 我相信大家最近也一直在看这一个 2020年的这一个美妆大赏 然后彩妆大赏也好 护肤大赏也好 那我自己呢也有看我自己喜欢的美妆博主的这一个美妆大赏 然后我今天用Full Face全脸 用我自己喜欢的美妆博主的2020年美妆好物 打造我一张脸的妆容 这些产品呢全部都是新的 这一页Too Face的Soft Matte Foundation 这个是Mel Thompson他有提过这一个 我也有看的就是偏有非常有性皮肤的一些美妆博主 反而不太喜欢这一个 这个是这个Too Face去年新出的啊 也是新进入他Born This Way这一个行列的 就是他们家的Matte Foundation 他说呢Blur的效果非常好啊 里边有这个Coconut Water 有这个Alpine Rose 还有这一个玻尿酸 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见证一下 我的色号呢是Almond 在这里边把他们看清楚 OK 然后我们挤出来看 今天我是第一次用啊 出印象我跟大家说 哎就这一些 质感呢非常的稀 你可以看到 Almond这个颜色呢 有点Yellow Peach Tone 那我今天呢 我就直接用美妆蛋来晕染了 因为我有一个新的美妆蛋要分享 也是在欧美这边非常火的 最近有各种大赏都有的 就是Juno & Co 他们家的这一个叫 Simless Result Every Time 什么Microfiber Lemon Drop Sponge 长这个样子 非常的Spongy 质感呢跟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呢 他有一个 我给大家近看一下 感觉他有一个面在上面 大家看到我的意思吗 就是没 感觉没有什么 空隙 没有什么空间 像那个Beauty Blender的话 OK Beauty Blender中间有那个小口空 有一种感觉 那这个就完全没有 但这个超级便宜 超级超级超级便宜啊 然后 我忘记多少钱 忘记了 然后我就今天直接用这个 来晕染一下 我感觉我的粉底用多了 大家 我的粉底用多了 是非常明显的事情 我的妈妈呀 这个感觉有点 不是非常非常非常的 压得进去粉底啊 很奇怪啊 这个美容蛋 然后 我的妈妈 我这个粉是明显用多了 我跟他说 这个美容蛋目前为止 我非常喜欢 我赶紧来刷 怎么 我感觉我这个粉 已经开始下出下来了 刚来就给我来一个 失败的感觉 让我非常的无语啊 在视频中好可怕的一张脸 感觉 粉底定得非常非常快 那很典型的是雾面的粉底啊 粉底定妆定得非常快 我建议大家用刷子去晕染它 把它很好的buff到皮肤上边 然后我觉得就可以了 这个美容蛋是啥玩意 这个美容蛋 fiber有点 大家看到上面有点小毛毛的感觉吗 就是沾了 我知道很恶心啊 大家 但是这个显得出来比较明显一些 可以看到小绒绒在上边 不太理解 不是非常喜欢这一个 OK 效果还是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 粉底的感觉是不错的 OK 然后下面是遮瑕膏 Clinic千币他们家的even better 是去年年末的时候啊 它出的这样一个 然后展成这个样子 我买的色号呢是vanilla 然后有点peach tone 可以调节我一下这一个黑眼圈 像这样子的 然后我还是用我的刷子去晕染它吧 我的妈妈呀 OK 这个遮瑕膏呢 我买的颜色稍微偏红了一些 可以当成这一个 color corrector 因为有点peachy salmon色疼 颜色买的也不是非常的好 OK 我现在要压一点粉底上来 vanilla这个颜色我选的也不好啊 今天我的妈妈 失败两个 这个晕染的很快啊 Clinic这个 我需要换一个色号 但是这个当color corrector color corrector 其实也不错的 大家觉得呢 大眼袋还在这儿说实话 提亮的效果稍微差了一些啊 OK 然后下面是 Petamograph Labs 这一个定妆粉啊 这个是定眼部的 我买的三号呢 是light 它叫skin fetish sublime perfection blurring under eye powder 超级小的一个 然后呢 这是它里面的包装 非常的轻啊 然后你如果买过这个的朋友 不知道大家对它的感觉怎么样 我拿到手觉得挺廉价的 说实话 外边是一个金灿灿的包装 里边有一些小零碎片啊 我觉得是非常浪费资源的 然后里边的包装 非常的chip 没觉得有啥设计感的啊 然后 跟makeup revolutions的 这是它的light powder 然后我先用它来定一下 我的眼睛下边 不要用太多 Petamograph Labs 它们家的东西 就不适合用太多 要掌握好量 定到眼睛下边 目前雷指没有太大的感觉啊 没有太大太大 太大的感觉 全脸的定妆 我还是要定一下啊 然后 我还是要定一下的 Cover Girl的 这个叫Clean Fresh系列啊 我有review过 他们家那一个 新出的Clean Fresh的 那一个啊 BB Cream 我有说过 非常不喜欢 有点让我 这一个有点过敏的感觉 我买的色号是120号 Fair Clare 那这个呢 也是我自己 比较喜欢的 几个油管博主 都有推荐啊 在drugstore当中 所以呢 我今天啊 来试用一下 OK 然后就沾上这个粉 然后把它拔到的脸上 T字区 不论的效果挺好的 这个粉 嗯 Color Girl Color Girl Color Pop 跟Cover Girl 合体了 Cover Girl啊 然后 嗯 这个粉我蛮喜欢的 我现在手里边 我忘记拿大刷子过来了 然后 OK 大家 跟我脖子感觉 颜色有点色差 OK 还好 一会儿bronzer上来就好了 目前为止 这个还不错啊 这个还不错 然后我们先 说一下这个 Contour Dior的Backstage Contour Palette 这一个 Michelle Wong有说过 Andrea Anna有说过啊 然后 还有谁 反正 好多好多 我自己喜欢的美妆博主 都推荐这一个 就是Dior Backstage的 这一个 Contour Palette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买这一盘啊 大家很多 都说这个颜色就是 嗯 有点 Shimmer在里边 然后有点 Sedden Shimmer 这种感觉的 然后底下 这一个颜色是纯雾面 就是大家都在夸的一个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 你就只能把它当成 这个眼影来用了啊 就大家都这么说 OK 所以 我也给大家试一下 这个颜色你就 对于我们来说 就只能是 Contour的颜色 别的我们也用不了啊 这个颜色咋用 对吧 然后 我先用ELF的 这个pointed brush 然后我粘上这一个 轻轻的粘一下 OK 这个没镜子 大家 我照什么呢 Contour一下 一点点啊 在这个位置 然后 再用bronzer 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 要用 我就轻轻的在这个地方 Contour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 粉非常的薄 我觉得这个contour的颜色 要比那个 Kevin Alquan 那个要稍微的 稍微稍微 稍微的自然一些啊 稍微的自然一些 bronzer 还有腮红高光 我买的是这一个 Alta Beauty的这一个啊 三色的叫Baked Powder Sculpt & Glow 3-in-1 Palette 我是看 Ime Neal 83 它有推荐这一个 OK 然后呢 我也买来试一下 它好像现在有三个颜色 四个颜色 我买的这个叫 Titan Sunset 这个颜色 我会把它放到底下 线线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感兴趣的话 然后这是一个 Bronzer 然后这是一个 Highlighter 加一个这一个 腮红 这种的 都是sheen的 就是有 highsheen这种的 OK Bronzer 来一点 我总是这么难 没有镜子 真的很不方便 因为我没有拿我另外一个刷具 那个下来 大家我就渴着这个来用 这个是Eco Eco Tools Bronze Stippling Brush 说实话 这一个Bronzer 对于我自己的 这一个 我自己喜欢的 这一个颜色来说 稍微有点 土色在 就是有一点 就太 不是黄 有点neutral 色彤的 其实neutral色彤 并不适合 我这一个肤色 然后我还是喜欢 warm色彤的 大家看到 有点黄的感觉 再加上它里边有shamer 我觉得可能是我选的颜色上面 有一些问题 还是怎么样的 以后再试 目前为止 并不是非常的在意 这一个 然后 腮红 我就直接用ELF 这一个刷子 然后我沾上这个腮红 OK大家 这个腮红 是我最不喜欢的一款腮红 就是颜色浮在我的脸颊上 一旦我用了这种 比较雾面的 这一个粉底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有点显着一个年纪的感觉 显你这个texture的感觉 所以 稍微不太是我的菜 这一个我买的 并不是非常的开心 OK 然后我再用 上面这一个 高光的这个颜色 我们看一下 这个高光的颜色 有点偏 pink Icy pink 整体是偏干了 整体是有点偏干 在我的这一个 喜欢的这种感觉上边 或是跟一些 我自己喜欢的 这一个质感来说 这一盘呢 我的 第一感官 并不是非常的好 我觉得它是粉纸的问题 稍微有点偏干 虽然是baked powder 但是 有点太baked 太干的感觉 嗯 不是非常的喜欢 说实话 可能我换一个 其他类型的粉底 能好一些 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 然后眉毛啊 ELF的Ultra Precise Brown Pencil啊 然后 这个真的是很便宜 只要五块钱 然后 那两天好像有折扣干嘛的 我记得啊 然后 非常非常细的 这边是它的 spoly啊 然后刷头 然后这边是它的鼻心 它的缺点就是颜色 真的是太少了 我买的这个是 neutral brown 其他的颜色 太 要不就有点黄 要不就有点红 啊 我希望这个颜色 能对我来说好一些 OK 这个是OK的 这个颜色OK 有点 巧克力棕色 说实话 质感呢 偏干 是我自己喜欢的质感啊 然后 呃 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 那一个 Anastasia Beverly Hills的 后来不喜欢的原因 就是因为 自从我用了那个Dior的 那一个Dior Show 那一款 呃 眉笔之后 我就觉得 还是干一点的 眉笔 啊 比较适合我这一个毛发 比较浓密的 否则的话就是 你知道 本身就很creamy 然后就是 你再去晕染它 就是真的就是 越晕染越浓 然后下面就是眼妆 哦眼妆这一个 我自己还蛮期待的 也是我看那一个 Mel Thompson 他说的这一个 Vizart 新出的这一个叫 Violet Atendu Atendu 这一个 Itendu 是一个紫色的 然后是Vizart 然后在年末的时候 新出的 两盘之一 另外一个 就太一般了 哎 正好 我本来呢 也买 然后正好 我想做这个视频 正好 Mel Thompson 他又喜欢这个 我觉得 哎 来吧 包装 很好看 这个包装 很好看啊 然后里边呢 长成这个样子 看一下 哦 我手上还有试色 Vizart OK 把上面这个撕下来 撕下来 感觉 有满足感吗 大家 OK 我的妈妈 完全是万万的名字 好吗 我们今天就以这一个 紫色为主 先给大家试一下 这个紫色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先试一下 这个紫色的感觉 这个呢 说实话 有点粉紫 就那个Shamer 我的天天的这个颜色 我的天天的这个雾面 OK 来吧 OK 我呢 就直接啊 先用这一个紫色雾面的 画一下 我要不要再拉近一点 该不用了 再拉近一点好了 OK 那就来晕染一下 因为画这种眼影 冷色调嘛 我之前有说过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怕脏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用一些 比较dance一点的刷子去啊 然后我下面用点这个 这个颜色稍微有点浅 我用一下这个颜色 来看一下 我的天 我的天天啊 大家 我的天啊 这个紫色也太漂亮了吧 我往上晕染啊 往上晕染 因为有颜色的话 让它显出来才好看 跟大地色系不一样 我的天哪 这颜色太好看了 OK 然后我找一个 更dance一点的刷子 我沾上这个颜色 然后 贴了我眼线根部 然后往上 不管它了 然后我直接上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OK 有点pink silver blue 我 好好看 这个颜色 OK 然后呢 我稍微的 找一个小头的刷子啊 然后 我用一下这个颜色 有点 lalak i-sy OK windows的铅笔刷 我要用底下的这个颜色 pop一下我这一个 下边的这一个地方 ok 然后呢 我再用一点这一个粉色 ok 然后呢 我找一个干净的刷子 然后我要用最上面的这一个 我刚才用的这一个 浅的这个紫色 来看到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然后我去 扫一下边边的这个位置 睫毛膏 Elia的这一个 Elia的这一个叫 Limited Lash Mascara 我对Elia这个品牌呢 目前有感兴趣 我跟大家说 刷头非常有点像梳子的感觉 这边是这种的竖起来的 然后这边的是凹下去的 有看到 怕戳到眼睛 不管它了 小话再说 有点像梳理 睫毛的感觉 真的在梳睫毛 跟大家说 ok 我换一遍 ok 凹下去那边呢 就是帮你hold curl 然后直的这一边呢 就是帮你梳 梳理 就是梳子 它就是直的 只有长度 我刷的非常长 大家看到 刷下睫毛怎么刷你 把那个几根睫毛刷的很很长 我觉得可以搭配起来用 单独用它的话 不太是我的菜啊 说实话 ok 最后一个口红 口红啊 口红呢 我买的是Lisa Eldridge 她的这一 这个口红呢 一度超级货 那Lisa Eldridge呢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 这样一个彩妆师啊 也是这个欧洲的一个彩妆师 那大家都狂夸这一个 有的人说她这一个跟 Pet McGrath Labs那一个 Matte 霧面的口红 基本上是一个质地 我买了两个颜色啊 一个是 看一下 说一下价位啊 这个就是换算成美金的话 到我们家 加税 就是加近79多一点点 加税是40块钱的一支口红啊 不便宜 然后这个颜色叫 我的妈妈呀 我看不到大家 我查一下 我给大家Pot到底下 Velvet Myth Velvet Myth OK是 这样的一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 上面的这个感觉 就是 你可以看到 Velvetted这样子的 OK 非常非常有质感 包装呢 就非常的轻啊 有点 就就很很 很轻那个包装 这个一拿下来 我就有点看像那一个 Jill Iridell他们家的 那个 Jan Iridell他们家的 那一个 今天很不顺利啊 今天 然后呢 另外这个颜色呢 叫 Velvet Jazz OK 在这里 我给大家试一下 Velvet Jazz 没错 我买的是两个 比较 秋冬的颜色 裸色都卖光了 唯一一个裸色 还是Pink Tone 我就没有买 这个是Velvet Myth 我今天会用 这个颜色 大家看到 这个是叫什么色 酒红色 这个叫什么 紫红色 我今天要用这个 质感呢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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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Pat McGrath Labs 他们家的 OK 到此为止 我得用刷子了 这个颜色 我要再蒙下去 就出去了 OK 用那个 Real Tecness的口红刷 我就运染别电的位置 OK 好了很多 OK 好好看的 这个颜色 我的妈妈 要跟大家说 OK 我觉得我这个眼妆呢 我需要再来一点点啊 我觉得 OK 我大家说 我的眼妆呢 我稍微让它 再Ice一些 我用一下这里边 这个一个灰色 银灰色的感觉 有点紫的痛啊 然后我稍微的 总感觉 我这个地方少了点啥 没有啥层次感 嗯 但这个呢 好一点是吧 OK 刚才好像有点 一片葡萄的感觉 这个稍微有点层次感 在 大家呢 我整个妆容呢 就全部完成了 我简单的总结一下 就是一下子 用上去 一下子我就爱上了 第一个 就是VIZARTH这个眼影盘 如果你喜欢紫色眼影的朋友 这是紫色 它不是什么灰紫色 粉紫色 蓝紫色 No 它就是紫色 紫 超级正的一个颜色 我跟大家说 这里边的这一个颜色 这两个颜色 我会用爆它 我真的是超级爱 这两个颜色啊 非常漂亮 第二个呢 就是一下子就爱上了 就是这一个 LISA ALDRY 指头们就的这个口红 另外一个颜色 哪去了 在这儿 OK 我纯上用的是这个叫 VELVET MYTH 然后呢 另外一个颜色呢 叫 我已经擦掉了 然后叫这一个 VELVET JAZZ 我一定会去收 其他的颜色 如果它的裸色 有BECK INSTOP的话 我一定会收几个 但是因为现在这一个 欧洲这边的这一个 大家知道 现在整体的状态 都是delay 都是delay啊 所以就是 我需要考虑一下 但是我一定会收的 我一定会收 我的妈妈 超级的Opaque 超级的薄 超级的有质感 这一个 有点回到花样年华 电影年代 我跟大家说 太漂亮了 这个质感 大家说 会不会很夸张 这个我觉得 要比PATMAGRAPH LABS 那个要再来 再有质感一些 漂亮 这一个漂亮 OK 开年就发现 几个好东西 不错 然后呢 接下来我来总结一下 其他的产品 先说一下 这一个Sponge 我绝对不会再用第二次 No 大家看到这种感觉 就是 这个一定是喜欢 full coverage的朋友 才会用这一个 就是你网上按 就是把这个产品 就是按在一层 mask在你的脸上 太不自然的感觉 No way 如果我今天用这么多的 这个粉底液 就是美容蛋的话 就很轻松 就把它shear掉了 但你把我的意思 但这个不是 OK 说一下 Soft Matte Tru face Born This Way 这个粉底 第一 我今天的这一个 使用工具用错了 第二个就是 我感觉我用量 用的太多了 太多了 就小小的一蹦 然后我用刷子 或用我自己的 Beauty Blender 我觉得要比这一个好很多 我有一种预感 我会爱上这一个粉底液 因为它Buller的效果 真心不错 而且是雾面的 大家知道 我是混油性肌肤 今年就是 真正意义上的 38岁了 38岁 没错 这一个数字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感觉 目前为止 它还没有陷入到 我这个笑纹啊 下面这肝纹啊 我最近有点长肉啊 然后就是这个 你知道 各种纹路啊 都撑开了这种的 所以可能也不好陷进去 但是 目前为止 我蛮喜欢这个的 目前为止 我觉得我会爱上它 我觉得我爱上 如果是纯雾面的 Oil Free Control Oil 这样一个Soft Matte 夏天来说 对我来说会更好一些 但是 即使现在我皮肤 这么有点干的状况下 它也没有让我起瓶啊 Peel这种现象 所以 目前为止 还蛮喜欢这一个的 OK 然后呢 遮瑕膏 我觉得就是我买的颜色的问题 我需要买那一个 线牙白那个颜色 我本 抱歉大家 我本来是想买线牙白的颜色 但是我怕太白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Vanella的这个颜色 Vanella就 这哪是Vanella呀 这是Vanella吗 这个是 这啥颜色 这不是Peach吗 我觉得可以用它来调色了 可以用它来调色 但是 不是我的肤色 不是我的肤色 这样子的 蛮失败的 这一个啊 买了有点 颜色有点失败 就是 我需要换一个颜色 然后我在月末的时候 月末的时候 再给大家总结 分享这样子的 目前为止呢 觉得就是 有一点点失望的是 Alta Beauty的这一个 Baked Powder Scalp的这一个啊 我该怎么说大家 就是你可以看到 我的三红跟高光 基本上是浮在我脸上的 就是没有buff到我的皮肤上面 而且你可以很明显看到 这一个Bronzer 大家有看到吗 土色 这就是 这就是土色 大家 你有看到我手 是什么颜色吗 有看到吗 跟我手是一个颜色的 这就不是Bronzer 跟我的肤色是一个颜色 它就不是Bronzer啊 所以从颜色上面 不是我的 我真的不太喜欢这一个 我觉得粉纸 上面有一些粗糙 可能是我太挑剔了 或怎么样啊 或者是我的脸本身 就很粗糙 有很多Texture 或者咱们 咱咱咱的 不拉不拉的 但是这一个粉 我觉得它真的挺粗糙的 No 那这一个呢 我觉得修容的感觉 真的是蛮不错的 而且很自然 大家看到 没有那层 叉的 两道馅儿下来 这样子的 我觉得适合我们日常 去用的这样的一个Bronzer 然后改天我再试一下 这一个 当成眼影十万种效果 那上面这两个 是Shamer的 大家有看到 所以这一盘呢 所有的人都说 你花了这一个钱 基本上就去买这个颜色 就是买这个颜色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但是这个颜色 也的确是蛮漂亮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成为 我的OG啊 因为大家知道 我是不怎么contour的一个人 所以 目前为止 对它的感官无解啊 还是个未知数 又又再说 睫毛膏 Elia的这个睫毛膏 因为它刷头的关系啊 就是我觉得就是 没有 不是我想到的妆效 就该这么说 就是不是为我设计的 我喜欢固批一点的 我不希望把我每根睫毛刷开 因为没有几根睫毛 大家明白 我希望它稍微的固批一点点 在根部给我一点volume啊 然后再给它刷上去 所以这个呢 对我来说 稍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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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缺点在这里边 如果跟我其他的睫毛膏 能够搭配起来用的话 我可能会更喜欢一些 而且这个我刷下睫毛 非常的肥肌 没什么睫毛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两个定妆粉 一个是Petamograft Labs 这个定妆粉啊 就是遮眼睛下连这个定妆粉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大家 你觉得它跟我用其他定妆粉 有什么区别吗 目前为止我还 不过不知道大家 我需要换回 我自己比较常用的遮瑕膏 然后再比较一下 跟我现在手里边的 我自己喜欢的一些定妆粉 有没有什么区别 Covergirl这个Clean Fresh 这个定妆粉真心不错 真心不错大家 真心不错 也不是很厚 也不是没有什么blur的效果 不知道定妆能力怎么样 不知道定妆能力怎么样 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呢 无解 然后ELF的这一个眉笔 这个呢 如果我有发现 它有那一个灰黑色 或者黑色的话 我会换黑色 这个颜色我用也OK 我很喜欢的是它的质感 因为它质感呢 有点偏干 我不是很喜欢creamy的质感 就是像那一个benefit的那一个质感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我画的时候有点powder的感觉 然后这个有点像chocolate browns这样子的 neutral brown 然后其他的颜色有点泛红 不是我自己喜欢的这一个颜色 如果我找到黑色 我买到黑色之后 我应该会爱上这一个 应该会爱上这一个 真的很便宜 肩毛膏高 没笔用的真的是蛮快的 真的是蛮快的 那今天呢 这一个用我自己喜欢的 自己喜欢的美妆博主的2020年的美妆大厂的彩妆品呢 打造付费子妆容就到这里 今天的美妆日记呢 其实最最最最最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 我做这个目的 就是想告诉大家 你可以看到我今天的上妆的步骤 对产品的看法 从动作上看我对这些产品上妆的这个节奏感啊 妆容感啊 不拉不拉的一些感觉 就是彩妆美妆真的是因人而异 大家不要就是觉得 这个产品为什么我用不好它 不是你用不好它 而是这个产品它真的就是不适合我们 这也是彩妆世界 为什么这么丰富多彩的原因 对不对 大家有这么多的品牌 这么多东西 值得我们去挖掘 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太去抱怨自己 说哎呀我用不好它 不是我们的问题 是产品的问题 是我们独特魅力的问题 你知道采纳一下 收集一下 或者是说搜集一下 大家的意见 不要总是集中在小的 所谓的beauty community当中 对一个产品 就是这种你知道你知道 就是一个看法这种的 我们想要听到的是不同的声音 一样的声音何必去在乎呢 对吧 无所谓而已 对不对 所以呢 今天这篇美妆日记 就以这个目的啊 跟大家分享完事了 如果你喜欢这篇美妆日记的话 多多点赞一下 那新来的朋友呢 如果你对我的美妆感兴趣的话 不妨订阅一下 万万的美妆频道咯 我们就下一篇美妆日记 再见了大家 每个周一周三周六 三篇美妆日记 我们今年继续发现 美妆好物 开始美妆之旅 继续分享 用我们开心的事情 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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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